被拖垮的项羽 一夜之间 刘邦又满血复活 看着身后的二十万将士 刘邦意气风发 他要奔赴前线 继续跟项羽死磕 就在这时 一个叫郑重的哥们站出来 拦住刘邦的车架 对他说道 汉王可是想要渡河 与项羽开战呀 不错 郑重一拱手 我以为汉王此举不妥 刘邦来了兴趣 有何不妥 说来听听 汉王虽然新收了韩信的士兵 但项羽的储君南征北战多年 经验丰富 实力不可小觑 如果我们用这些新收编的将士 发动反攻 吞兵于奸城之下 难保不会重蹈储君的负责呀 更何况项羽神勇无敌 天下机无对手 汉王若是与他硬碰硬 恐怕占不到什么便宜呀 既然如此 那你有什么想法 郑重 储君锋芒太盛 汉王应该继续高筑壁垒 深挖战壕 不要轻易和储君交战 同时 选派少量金兵渡过黄河 援助彭越 继续骚扰项羽的后方补给线 待到项羽回兵时啊 汉王再以役代劳 必能挫伤储君啊 刘邦听完 眼前一亮 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呀 派出了将军刘甲 发向卢丸 率领两万步兵 数百骑兵 渡过黄河 配合丁字户彭越 开始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争 有了刘邦的助力 彭越的游击战 可谓是顺风顺水 他在原先卫国的区域 展开大规模的游击战 和破袭战 在燕县以袭击破储君 攻破了外皇 虽阳等十几座城池 切断了营阳前线的储君 与后方大本营 彭城的联系 被彭越这么一搞啊 项羽差点就疯了 没办法 补给线不能断呀 彭越的存在 就如同一根利刺 卡在了项羽的喉中 简直就是项羽心中 永远的痛啊 他意识到 彭越这根刺 必须连根拔除 否则这仗就没法打了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项羽这次不敢大意 派了一个叫曹舅的守在广武 迎走前 项羽对曹舅 千叮咛万嘱咐 不过汉君再怎么吵吵 别打理他 你能把广武给我守住了 就是投攻一箭 时间不会太长 你只要给我守半个月 我就能赶回来 交代完 项羽带兵 回头收拾彭越去了 曹舅是什么人呢 他是项羽的恩人 早些年 项羽带着项羽四处流浪 有一次犯了事 刚好在司马兴手下关着 后来是老项家托人 给司马兴写了封信 这才把项羽给放了 曹舅就是给司马兴写信的这个人 因为这层关系 项羽非常信任曹舅 起兵后封他为大司马 不过项羽看人的眼光 还是差了些 这不 他前脚刚走 后脚就出事了 刘邦原本是不想和项羽正面交锋的 他打算推到拱县 洛阳一带 慢慢回血 眼看老板 有泄气的念头 立即跳了出来 给他吃了颗定心丸 天之上还有天 知道这个道理的 可以统一天下 王者以明为天 而明以师为天 熬仓的粮草 虽然已经运出去了很多 但据说在仓库之下 还有地窖 仍有大量储粮 项羽攻陷营阳 却没有派重兵保守熬仓 反而向东去打蓬月 这简直是 上天在帮助老大你呀 所以我建议 立即反攻 夺回营阳 一面取得熬仓粮食 一面恶手有关要塞 让楚军陷入 进退失去的局面 刘邦一听 哎 就这么干 这一天 汉军抵达城下 派人在城下开骂 怎么难听怎么来 刘邦是街头混混出声 骂人的大行家 嘴巴从来就没干净过 有这样的老大带头 底下的小弟们更无顾忌 怎么痛快怎么来 怎么伤人怎么来 哎 怎么大声怎么来 有本事 你来打我呀 一天两天还好 三天过后 汉军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 反而越骂越起劲 曹舅实在是受不了了 堂堂将领 被人骂到这个份上 谁能受得了 他也顾不得 向于怎么交代的了 打开城门 就出去和刘邦拼命 三王司马兴 赶紧拦住了他 老曹啊 冲动是魔鬼啊 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啊 曹舅气鼓鼓道 人家都已经逼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能忍吗 我忍不了 汉军一看 曹舅的部队出来了 转身就跑 曹舅哪能放过 带着人马狂追 广武城前面有一条河 正当曹舅的部队 渡河渡到一半时 刘邦的部队突然杀出来 曹舅的人马 基本全报销了 曹舅一看 广武是守不住了 他没脸见项羽 索性自己抹了脖子 跟他一起自杀的 还有赛王司马兴 广武出事了 那项羽揍彭月 顺利吗 也不顺利 项羽本以为 半个月收拾彭月 绰绰有余 来了才发现 两地百姓 早已被彭月洗脑 自发帮助彭月守城 时间已超出预期太多 项羽每攻下一个城 都要耗费极大的代价 直到这时 项羽才重新认识了彭月 这家伙不仅擅长游击战 更擅长守城 为了抵抗项羽 彭月退到外皇 号召当地百姓 继续跟项羽干 为了尽快搞定彭月 项羽督促部下 抓紧攻城 可惜一连攻了几日 没有丝毫进展 反倒是 自己的部下损伤惨重 项羽发誓 等破了外皇城 一定要清征彭月 对于项羽的诅咒 彭月自然是不放在心上 只不过困守外皇城 也不是长久之计 城内粮草本就不多 如果再扛下去 恐怕是要玩完了 一个月黑 风高的夜晚 彭月带着自己的小弟 悄悄出了城门 消失在黑夜中 第二天一大早 城内百姓发现彭月跑了 心中开始慌了 没有了主心骨 还抵抗鬼啊 赶紧投降吧 项羽气鼓鼓地进了城 立即宣布了一项命令 将城队 所有15岁以上的男子 集中到城东 全部坑杀 消息一出 城内顿时炸开了锅 原本大伙还以为 开城投降 能捡一条命 没想到 却迎来了一场灾难 就在城内 风风扰扰之际 一个13岁的少年 毅然站了出来 拦住了项羽的乌锥马 对他说道 且慢 看着眼前这个瘦弱的孩子 项羽怒道 哪里来的小屁孩 竟敢来跟我讲道理 少年昂然不惧 我不是什么小屁孩 我是外皇县令的儿子 有话想对项王说 项羽不屑道 那好 若讲得不对 他们便是你的下场 项羽居高临下 少年抬头望着他 昂然不惧 儒子与英雄 在那一刻是平等的 少年道 彭月劫持了外皇百姓 大伙没办法 只能被逼着抵抗 如今彭月已逃 百姓开城投降 就是希望项王您 来拯救我们 项王可倒好 拿下外皇二话不说 就要杀我们 你这说得过去吗 对项王您而言 图一座小小的外皇县城 轻而易举 但梁帝的其他十几座城池 恐怕没有哪个会向您投降了 还望项王三思而行啊 项羽听完 陷入了沉思 即便心中有再多的怒气 他也不得不承认 眼前的这位少年说的话 没有毛病 当务之急 是速战速决 抓紧平定梁帝 然后回去救援曹救 如果把外皇的男人都杀了 那么后面的县城 更得拼死抵抗了 想到这里 项羽黯然一叹 释放了全城百姓 这之后 项羽继续东径 梁帝的百姓听闻 项羽撤销了图成令 丰丰对项羽 路转粉 争相归附项羽 所过之处 举城投降啊 项羽眉废一边一族 就平定了梁帝的叛乱 在稳定了大后方后 项羽这才得知 广武已被攻破 前线战士不利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 哎 不得已 项羽再一次充当 救火队长的角色 匆匆赶回营阳前线 得知项羽来了 刘邦放弃了围攻营阳 退入了坡斗鼓声的广武山 初来混演技很重要 广武是一座山明 东连迎则 西街似水 形势险阻 山中有一段剑化开 刘邦在西边 项羽在东边 汉楚两军又开始了 新一轮的对峙 但近况还是与之前相差不多 彭越多次袭扰储君良道 汉军也是坚守不出 让项羽很是抓狂啊 项羽的大本营在彭城 距离前线较远 他带的军粮本就不多 眼看着即将断吹 项羽想与刘邦来一场决战 刘邦就是不上当 项羽实在被逼急了 他又想出一个昏招 把随军当人制的 刘邦老爹刘太公 领导储君大营外 架起油锅 站在油锅边上 朝刘邦喊话 刘邦 你爹在我手里 识相的就给我投降 不然 我就碰了你的老爹 换了别人 这个下三滥的招数 也许还有效果 但刘邦久经江湖 哪吃项羽这一套 当年鹏城战败 刘邦在路上遇到了一对儿女 为了逃命 他可是连孩子都不顾的人 指望自己投降 项羽 你也太天真了 刘邦笑道 我们曾经 越为兄弟 我爹就是你爹 你要是真把你爹给主了 记得给我也封一杯羹 人至箭 则无敌 项羽以为自己已经够狠的了 但跟刘邦一比 还不在一个档次 项羽大怒 就要把刘邦老爹杀掉 就在此时 老好人项伯 又不失时机地出现了 大丈夫出来混 祸不及妻儿 威胁一下可以 咱可不能真干这种事啊 项羽一听 也对 刘邦耍无赖 自己可不能被他拉低 做人的底线 刚才真是气昏了头 项羽心中不甘 又提出一个建议 你我二人打了这么多年 弄得天下动荡 百姓遭罪 不如咱俩单挑吧 你打赢了 天下归你 我打赢了 天下归我 如何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很蛊惑仔的建议 大家出来混 总得守规矩 讲义气 单挑 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嘛 很可惜 湘羽要讲江湖规矩 可刘邦 偏偏是最不讲规矩的人 一个52岁的老头 跟一个28岁的年轻人单挑 刘邦要答应才怪 十个刘邦都不是项羽的对手啊 刘邦回复道 你想多了 我宁可斗志 也不会跟你楚霸王硬碰硬啊 项羽气得快吐血了 咽不下这口气 让手下士兵出城叫骂 刘邦不慌不悟 派出军队中的神剑手 剑一个射一个 项羽坐不住了 他亲自披挂上阵 用瞪眼大法吓跑了汉军神剑手 汉军吓得躲在军营里不敢出来 楚军士气大振 刘邦一看 项羽都亲自出马了 自己也不能认怂 来到阵前 与项羽隔剑对视 曾几何时 两人也是并肩战斗的战友 那时的刘邦 只是反清大军中 默默无闻的一个小角色 在秦末这场历史大战中 顶多算个路人讲 而项羽则不同 他一出场便是主角 在历史的舞台上 叱咤风云 享受着最好的灯光和机位 当年的楚霸王 何等意气风发呀 如今时过境迁 在一次次的战斗中 项羽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进退不得 而刘邦则靠着自己的手段 一步步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终于有了和项羽公平竞争的机会 面对曾经的战友 如今的对手 刘邦早有准备 他开始隶属项羽的十大罪过 最一 当初还王有命 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项羽背信弃义 将自己发配到巴蜀 最二 杀亲子冠军宋毅 而自尊上将军 最三 将与旧丸兆 本应该反楚覆命 却擅自脅迫诸侯 兵入寒谷 最四 怀王约入秦 无暴略 向王烧秦宫士 私收其财物 最五 强杀秦祥王紫英 最六 炸坑秦子弟 二十万于心安 却封其将为王 最七 封封诸侯 将好的地盘 分给各诸侯将领 却迁就王 于险恶之地 令城下 争叛逆 最八 逐一地出鹏城 自建国都 后夺韩王帝 吞并卫国 占地称王 最九 悄悄派人 暗杀异地 最时 身为人城 而弑其主 杀祥族 为政不平 礼约不信 为天下所不容 说到最后 刘邦还不忘补一句 像你这样不仁不义 不忠不孝的人 仍仍得而诛之 我才不会傻到 与你单挑 项羽大怒 你小子当面骂我 我射死你 拿起一张弓 一箭射出 刘邦骂得正起劲呢 忽然一箭飞来 正中胸口 刘邦中箭 落马 从马上到马下 整个过程 不会超过三秒钟 但 就是在这三秒钟 刘邦的内心活动 异常丰富 如果让大伙 知道我中箭了 而且胸口 势必会影响军心 一旦对方 因此失气大正 来一轮冲锋什么的 自己这边 肯定扛不住 如今之际 绝对不能让大伙 知道 我胸口中箭一事 再疼 也得忍着 刘邦想到这里时 身体已经滚落马下 他顺势倒地 抱起脚趾头大骂 贼子射中了我的脚趾 太无耻了 将鱼有点纳闷 我明明射的是他的胸口 还怎么却中了脚呢 难道是我的剑法退步了 趁着大伙愣神的功夫 张良赶紧派人 将刘邦扶到大帐内 简单包扎一番 而此时 军队中已经开始传出了不少谣言 人心浮动 为了安稳人心 在张良的要求下 刘邦强忍着痛 出门巡视了一番 目的无非就是要告诉大家 老大没事儿 没办法 出来混演技很重要 演完这场戏 刘邦被送到陈高养伤 并且对外高挂 免战牌 无论储君如何叫马 就是不出战 眼看着战士陷入了胶着 利益机坐不住了 他主动找到刘邦 给刘邦出了个主意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利益机 那就是 人老心不老 眼看着自己已经七十多岁了 黄土都埋到了脖子边上了 再不发光发热 恐怕这辈子就要过去了 为了刷点存在感 闲不住的利益机 不断给刘邦出主意 当然有些也是馊主意 比如 彭城之战结束后 刘邦连底裤都快输掉了 立即给刘邦提了个建议 希望他封封六国后裔 这样就能动员天下的力量 共同对抗项羽 刘邦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呀 正要施行 却被张良及时阻止 天下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天下了 如果搞出一堆小山头 风风越多 麻烦越大 咱们可千万不能开历史的倒车呀 刘邦及时反应了过来 将利益机叫过来 一通骂 刚消停了不久 利益机又闲不住了 如果只做辩识 共能驱使 他的功劳将远远不如张良 韩信 特别是韩信 看着韩信 在北方战场一路开绿灯 说利益机不羡慕嫉妒恨 那肯定是假的 如果想立功 只能想领导之所想 及领导之所急 眼下刘邦被困在营阳前线 与项羽形成对峙 谁也奈何不了谁 如何破局呀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 引入第三股力量 问题在于 谁是那第三股力量呢 利益机把目光 投向了北方的齐国 作为楚汉战争中 最具实力的一支力量 齐国的地位举足轻重 虽然这些年 齐国内斗不止 但其实力依然不可小觑 如果搞定了齐国 北方就会完全落入 刘邦的手中 到时候 两面一合围 看你像鱼往哪里逃 利益机对刘邦说 韩信在北方打得很溜 如今 燕照已定 就剩下一个齐国 还在死扛着 我愿意 凭三寸不烂之舌 去游说齐国的老大 不费一兵一卒 就能拿下齐国 还望主公应允 刘邦听得很兴奋 汉齐大战 汉军必然要付出代价 一旦战事拖延 会给南县的项羽 可乘之机 如果利益机 能够不费一兵一卒 拿下齐国 韩信的部队 就可以迅速直插齐国南下 完成对楚国的战略包围 刘邦很是高兴 大大嘉奖一番 说 事成之后 重重有赏 能说服最好 如果搞不定 还有韩信的大军 在齐国家门口晃悠呢 胡萝卜家大棒 这事准成 立即兴高采烈地上路了 他不知道 从他出发那一刻起 刘邦已经把他当成 楚汉相争大棋盘上的 一颗棋子 齐国都城 林姿 曾经与项羽斗的 你死我活的田荣 已经战死 眼下齐国的实际掌权者 田恒 田广输职 田广为国君 田恒为丞相 得知立即来了 齐王田广 用脚趾头 都能猜出来他的目的 楚汉战争 打了这么多年 齐国趁机收复失地 以休养生息 为第一要务 不参与楚汉纷争 田广无意参与中原争霸 他只想关起门来 安安稳稳地 过自己的舒服日子 可惜正应了那句话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齐国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在旁边看热闹 你说你有没有眼性 谁性的 死也要拉你下水 从眼下的形势看 项羽就像一位救火队长 虽然打仗很猛 但由于缺乏全局性的战略规划 地盘越打越小 反观刘邦 虽然在与项羽的交战中 几乎没占到啥便宜 而且每一次都是落荒而逃 但刘邦身边 有一大群能人给他出主意 每一次都能卷土重来 韩信自北伐以来 一路如同开了挂班 将魏 带 赵 燕 揍了个遍 田广实在没有信心 能扛住韩信的下一轮攻击 既然打不过 只能求和 正好刘邦主动派人 给了自己一个台阶 面子上至少是保住了 宣场的大殿内 田广和田恒书只俩 热情地接待了利益姬 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磕套完毕 利益姬开门见山 大王知道天下将归于何处吗 秦王摇摇头 不知道啊 利益姬 大王若是知道天下的归向 那么齐国就可以保全 若是不知道天下归向的话 那么齐国恐怕就危险了 虽然知道利益姬是在卖关子 但秦王还是忍不住问道 那你认为天下将归向何处 利益姬脱口而出 这天下将来一定是刘邦的 秦王心里一阵郁闷 知道他在装 但又不得不配合他继续演下去 为什么这样说 见秦王上钩了 利益姬开始忽悠 汉王和相王病历西境 灭了秦朝 早在出发前异地就跟大家约好了 先入关中者为王 可是当汉王先攻入咸阳的时候 项羽却背弃了盟粤 用武力强迫汉王到汉中为王 更过分的是 项羽把异地发配到了南方 又在半路搞暗杀 汉王知道后 悲愤交加立刻发兵攻打三情 为一地发丧 汉王召集天下军队 拥立六国诸侯的后代 只要攻下了池城 立即润攻行赏 并且还把缴获来的财富 分给士兵 汉王胸怀天下 他做事靠谱 该谁的就是谁的 天下的豪杰都愿意归顺他 接着立即又开始爆项羽的黑料 而项王呢 他做的事情恰恰和项王相反 因为以前项羽有背弃盟约的坏名声 又杀死异地的不义行为 所以很多豪杰都敬而远之 更过分的是 项王对别人的功劳从来不济 但是对别人的罪过 却牢牢记在心里 将士们打了胜仗得不到家赏 攻下城池却得不到风绝 除了项氏家族的亲戚 旁人很难得到重用 手中的硬性棱角都快磨光了 也不愿意给别人 攻城得到财物 宁可堆积起来 也不肯赏赐给大家 所以天下人背叛他 才能抄群的人怨恨他 没有人愿意为他效力 全都投奔了汉王 对比完双方优劣 立即开始做最后的总结发言 汉王蒸发 蜀汉的军队平定了三情 东渡黄河击败了卫豹 占了三十二座城池 又援引上党的精兵 攻下了锦径 除掉了成鱼 这就如同战神赤幽的兵风一样 并非人力所为 而是上天之助 汉王依靠人民的力量 已经有了熬仓的粮食 占据了天下的各处的要道和关口 优势正在显现 天下诸侯如果逆势而为 必然会被消灭 所以 齐王啊 你一定要认清形势 如果站错了队伍 可别后悔啊 该说的已经说了 下面就看齐王的反应了 不得不说 利益姬的忽悠本事 确实不是吹的 齐王思虑之后 决定听从利益姬的建议 下令解除了历程下的守备 向刘邦投降 同时还留下了利益姬在宫中 其实 齐王留下利益姬也是留了一手 虽然齐国与刘邦达成了和平协议 但这年头时局变化太快 谁知道这和平协议靠不靠谱呢 为了应对可能的变故 齐王决定把利益姬留下 变相可为人质 再观察一下刘邦这边的动静 利老头倒没想这么多 他一看有酒喝 顿时就走不动道了 这老头没别的爱好 就喜欢喝两口酒 更何况自己靠着一张嘴 就说服了齐国 齐国七十二成 瞬间就变成了刘邦的剑剑鼠地 这份功劳是他利益姬一个人的 谁敢不服啊 正宫的韩信 当利益姬在齐国王宫里 最生梦死时 留在赵国的韩信 还在撂翘春寒中断刀魔剑 正在为破棋而整割代弹 就在韩信万事俱备 准备权力一击时 前方传来消息 齐国投降了 韩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再一问 原来是刘邦身边的大户友 立即去了齐国 靠着一张嘴 就让齐国搅了枪 卸了甲 韩信对自己受到冷落 感到一丝不快 我辛辛苦苦攒足兵力 准备搞件大事 没想到 却被你小子抢了先 岂有此理啊 刘邦也没有将利益姬 要去齐国的消息 告诉韩信 要不然 他也不会如此慌乱 怎么办 看着帐下叙事待发的重将士 韩信一时间陷入了两难的间谍 漠然伴想 韩信只得下令 原地待命 他要向刘邦进一步核实消息 就在此时 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大将军不欲立功于天下湖 为何霸平原之兵 韩信抬头一看 说话的人叫凯彻 范洋人 也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辩士 辩士善于茶叶观色 揣度人心 从帐下众将士们 脸上失望的神色 及韩信 犹豫不决的举动中 凯彻已然明白 对齐国用兵 是人心所向 他需要做的 只是打消韩信的顾虑 帮助他重建信心 面对凯彻的提问 韩信只得达到 你没看到齐国传来的消息吗 利益姬已经说服齐国 归向我大汉 再用兵 还有何意义 凯彻 您受汉王命令攻齐 虽然汉王派了利益姬 前往齐国劝香 可现在您收到过 停止进攻的命令吗 没有 利益姬不过是一戒如生 凭一条三寸不烂之蛇 就拿下齐国七十余城 三看将军您 这么多年四处征战 也不过才攻下赵国五十余城 为将数年 难道还不如一个庶儒 与其说这是劝谏 不如说是变相的羞辱 凯彻继续说道 且齐王田广和丞相田衡 向汉王投降 并非利益姬之功 而是畏惧大将军宁的威名所致 凭其之功 大将军本当举其手 却让利益姬老头独得其功 此后天下 皆知高阳九徒利益姬 又有谁知道怀音韩信啊 不知不觉 韩信已经握紧了拳头 他想起了那个 怀音城内四处流浪 受到胯下之辱 仍然忍气吞声的少年 自己奋斗这么多年 不就是为了有一天出人头地 不让别人瞧不起吗 如果平起的功劳 被立即抢了 那自己做的这一切 岂不都成了笑话 出兵 韩信从尺分中挤出这两个字 一拳锤在桌岸上 咔嚓一声 桌岸碎裂 那一刻韩信在内心安慰自己 我对刘邦的忠心天人贡献 之所以这样做 都是为了汉政权 为了回报汉王 韩信没有错 齐国立下城 十一月的北方 天寒地冻 北风卷着冰冷的悬伞子 呼啸而来 扑打在守城士兵的脸上 丝丝的疼 就在前几天 立下城的士兵 接到了林兹传来的命令 齐国已与刘邦达成协议 双方结盟 化干戈为玉帛 有了这则消息 连日来神经紧绷的将士们 瞬间轻松不少 既然不打仗了 那么就该休息休息 该睡觉睡觉 此时此刻 立下城的城墙上 只有三三两两的士兵在巡逻 忽然间 一阵沉闷的提声 隐隐传来 大伙揉入眼睛 仔细一瞧时 赫然发现 城外已经聚集了 数不清的汉军 黑压压一片 正向自己涌来 齐军毫无防备 二十多万守军 在汉军暴风骤雨般的攻击下 一冲击垮 士兵四处逃散 负责镇守的田姐 和化无伤 眼见大势已去 败局无法挽回 只得趁着夜色逃离 立下 据齐国的首都林兹 只有二百多里 拿下立下城后 韩信下令全体将士 兵不屑甲 剑不松闲 迅速向林兹出发 他太懂得实际的重要性了 韩信 纵马崩驰 汉军 正正前进 十万升旗如画 林兹城内 齐王田广 一觉醒来 得知汉军 背信弃义 正在来林兹的路上 以为是立姬 把自己给卖了 顿时慌了神 他立即找来立姬 你若能阻挡汉军前进 我让你活 否则 我将活活碰了你 在田广看来 立姬就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骗子 他来齐国 就是为了让自己放松警惕 好让韩信大军 趁虚而入 立姬 却不知道 如何回答田广 对于韩信出兵一事 他也毫不知情 别说是当事名嘴 即便浑身是嘴 也说不清楚了 此时此刻 面对田广那张扭曲的脸 他还能说什么呀 既然事情 已经不可挽回 那就再狂一把 立姬 深深吸口气 道 陈大侍者 不拘小杰 品行高尚之人 做事从不推脱不前 我不会遂你心意 碰了他 田广 细思底里地喊道 一代纵横大财 就此陨落 生死于其 非说之孤 多年以后 当刘邦封赏工程时 看到立姬的弟弟利商 不由得想起那位 辩才卓越的 立老头 虽然立姬的儿子 建立了战功 并未达到 封侯的要求 但刘邦感念他的大功 特意给他的儿子封侯 以表彰 立姬当年的功劳 杀一个立姬 显然 无济于事 田广 还算有些自知之明 他知道自己和韩信 不是一个档次的 如金弓之鸟般 逃出了林姿 一面逃跑 一面紧急向向羽求援 营扬前线 储君大赢 向羽看着齐国 送来的求救信 在信中 田广利数刘邦 不守信用的罪状 恳请向羽 出兵援助 不然 戴韩信 统一了北方 储君 也将面临 两面夹击的境地 此时此刻 向羽心中 五味杂陈 对于齐国 向羽绝对是没有好感的 想当初 自己封封各路诸侯 齐国的田荣 第一个表示不服 跳出来 跟自己作对 自己分身乏术 这才让刘邦有机会 重出关中 可是如今 情况却是大不相同 无论向羽 有多么厌恶齐国 他都必须出手相救 毕竟啊 淳王齿寒的道理 他还是懂的 当韩信 将田广一路撵到高密 准备一举拿下时 意外得到了一个消息 向羽 已经派出了 二十万人马 前往高密 与田广 河边一处 共同防御 韩信军团 这一次 向羽绝对是下了血本 不光人数众多 而且 援军的统帅 还是向羽麾下的 头号猛将 龙居 围水囊杀 破龙居 韩信真正的挑战来了 龙居到底有多能打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他的个人履历 龙居第一次出场是在成圣拜王后不久 张寒在灵济城下打败 未救 田瞻 齐国的革命军领袖田荣被困在东欧 向良庭文后派出了龙居去帮忙 在东欧大败秦军 反而追着张寒打 第二次出场 在彭城之战结束后 楚汉在阴阳一线相持 九江王鹰部被刘邦使者随和一同忽悠 决定跟刘邦混 关键时刻 项羽派出了相声 龙居去清理蒙户 鹰部虽然在楚军中 永贯三军 但龙居还是在环南的战役中 打败了鹰部的军队 鹰部只能从小路投奔刘邦 想当初 承平向刘邦献祭 以谗言离间项羽军城 就连雅富范增这样的老同志都中招了 钟离妹也被疏远 唯有龙居没有受任何影响 由此可见 龙居在项羽心目中的位置 在项羽的安排下 龙居踏上了北上齐国之路 抵达高密的第二天 龙居就带着自己的参谋 到高密城外视察地形 他登上了一座小山丘 眼前是一条河 名为维河 由于正是枯水季节 河中水流并不急 湖布就可以蹚过 河对岸不远处 正是韩信的军营 无数的汉军旗帜在风中飘扬 烈烈作响 龙居盯着对面看了半天 问身边的谋士 诸位有何高见 一个谋士站了出来 韩信在北方一路过关斩将 锋芒锐不可挡 河军客场作战 不如深沟高垒 坚守不出 让齐王派遣亲信 在轮险区招服旧部 号召已经富含的齐人归齐 压缩韩信在齐国的生存空间 等韩信坚持不住的时候 河军可一战秦韩信 这条建议和之前李左车 劝成鱼之策非常相似 就是要避敌风锐 利用主场作战优势 慢慢寻找机会 然而龙居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韩信这个人我很了解 非常容易对付 如果打败韩信 齐国一半的土地就属于我了 为什么不打 围水西岸 汉军大营 韩信跪坐在矮机上 听着赤猴的汇报 楚军二十万人马就在对岸驻扎 大将是向他 军中主事的是龙居 韩信听完 默不作声 龙居 他知道这个人 想当年 自己还在楚军给项羽站岗时 就曾与他有过庶面支援 在楚军阵营中 龙居和项羽一样 以能打能冲闻名 对付这样一个对手 韩信心中并没有多大把握 他看着眼前的军用地图 没有任何头绪 索性走出帐外 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 时值十一月 天地一片肃沙 看着眼前这条水流平缓的围河 韩信心中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 很快 他安排身边的侦察兵 去上游调查地形 这一天 双方在围水短边相接 韩信率先发起进攻 隔水进攻是兵家大计 龙居自然不会放过这种好机会 趁着汉军前锋 刚刚渡过围水时 给韩信来了个半渡机支 打得韩信溃不成军 急急忙忙撤走 机不可失 眼下汉军前锋出师不力 主力人心惶恐 正是将其彻底击溃的绝佳战机 龙居彻底放下心来 命令全军出击 渡过围水 彻底摧毁汉军 楚军在龙居的带领下 嗷嗷叫着向汉军发起反击 围水一带 地势平坦 一望无影 韩信群可能在河对岸射服 河中水位很浅 徒步就可以蹚过去 就在一半楚军已经过河 准备继续追击汉军时 忽然听得不远处 传来一种非常怪异的声音 好像千万头猛兽在咆哮 龙居心中感到不对劲 他虽然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 但直觉告诉他 有危险即将靠近 立刻喊道 撤退 快撤退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一眨眼的功夫 只见微水上游 一股足以开山猎尸的滔山洪流 裹挟着沙石枯木滚滚而下 波涛汹涌 如万马奔腾 一泻千里 势不可挡 河窗当中的楚军来不及喊叫 就被拍打得无影无踪 与此同时 已经败退的汉军 立即掉头反击 已经过河的楚军寡不敌众 被韩信杀得大败 龙居自己也不幸战死 龙居至此都不明白 微水哪来的大水 事实上 这一切都在韩信的计划之中 早在决战前 韩信就已经安排一支部队 在微水上游 坐了一万多只袋子 里面全部装上沙子 丢进水里 阻塞河道 抬高水位 离开前 韩信交代了留守沙坝的士兵 等见到楚军 一半渡过河时 掘开沙坝 释放技能 决战当天 龙居看到汉军渡河 下令全军拦截 汉军假装败走 龙居想也不想 就全军出击 追到一半 遇到了洪水 被韩信给算计了 什么是天才 这就是天才呀 诸葛亮曾经对鲁肃说过 为将而不通天文 不识地利 不知其门 不晓阴阳 不看正途 不明兵士 是庸才也 韩信肯定没有听过这句话 但他很清楚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将 必须什么都懂一点 什么都会一点 要善于利用一切外在条件 为自己制造机会 有人说 战争结果往往在开始前 已经注定 对于韩信而言 当他看着河床上游 高高隆起的堤坝时 心中已然明白 这场战争 他已经赢了 龙骑战死 齐王田广 哆哆嗦嗦地爬上马 奔着程阳的方向 狂逃而去 结果 刚一进城 就被扶 田广的叔父 田恒 自立为齐王 准备 继续打游击 可惜 冠英 没给他这个机会 一套组合拳将他打回了原形 田恒 只得灰溜溜地 投奔游击队长彭越 韩信又命冠英 北上攻打千冲 杀其将田兮 田恒被打跑后 齐国军队失去了主心骨 成了乌合之众 纷纷做鸟兽散 韩信乘胜追杀 很快占领了齐国全境 在多年的战争历列中 韩信将自己的军事才能 发挥到了旗帜 名人毛坤 评价韩信说 破位以牧英 破罩以利汉斥齐 破旗以囊杀 笔戒从天而下 而未尝与敌人血战者 孙子兵法中说 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能因敌变化 而取胜者 为之神 什么意思呢 用兵打仗 不存在固定 刻板的态势 他好像流水一样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形态 因此能够根据敌情变化 采取灵活的战略 战术而取胜的 就叫做用兵如神 韩信从不拘泥于 兵书上的条条框框 而是善于戒事 因地制宜 充分利用一切外在条件 达成目的 项羽与韩信 一个是勇战派 一个是谋战派 都是千古名将 但是韩信在战术上 不输项羽 在战略上完胜项羽 历史上称为战胜的人很多 但是号称兵先的 为韩信一人 这是韩信人生中 最高光的时刻 这一年 韩信28岁 大丈夫定诸侯 奈何作家王 韩信评定齐国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中原大地 当项羽和刘邦得知消息后 反应各不相同 得知龙居战死 项羽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龙居是自己身边 最勇猛的将领 追随自己征战多年 他怎么可能输给韩信 直到此刻 项羽才不得不重新认识 眼前的这个对手 韩信 他依稀记得 韩信第一次走进军营 站在自己面前 做自我介绍时的情景 那时的韩信 横头垢面 显得有点落魄 身后背着一把 泛着冷光的剑 简单地询问过后 相羽让他 做了一名执己狼 每天负责给自己站岗 想不到 当年的执己狼身上 竟然蕴藏着 这么大的能量 早知道如此 当初就该留住 此人 可惜了 这边的项羽 还在长区短探 那头的刘邦 心境也有些复杂 按理说 韩信平定了北方 完成了对项羽的 战略包围 严重挤压了 楚国的战略生存空间 对刘邦而言 是好事 可他 却高兴不起来 别人看到的是 军事层面的胜利 但刘邦却 隐隐感到了一丝威胁 随着韩信 在北方战场上 节节胜利 他的实力与威望 也在逐步提升 如今的韩信 已然不是当年 投奔自己的那个 寒酸落魄的青年 而是 已经成长为 既有兵 又有地盘的一方诸侯 而且 是唯一能与项羽一战的战神 试问 这样的韩信 还会继续 为自己马首是瞻吗 刘邦的担心 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很快 他的预感 就变成了现实 这一天 刘邦的军营 引来了韩信 排来的使者 转达了韩信的一封信 齐国 是个狡诈的国家 距离楚国又近 如今 群龙无首 也不是个办法 为了更好的配合 正面战场 请老大批准我 代理齐王的职务 刘邦看完信 血压当场就飙了 一口老血 差点喷出来 当着邮递员的面 就开始骂韩信 是个没良心的东西 当初要不是我 拜他为将 他哪有今日 我在前线 独自承受 项羽的攻击 已经危在旦夕 很想着他 打胜了来支援我 哪知 他一招得志 就想背叛我 是可人 孰不可人 刘邦骂的郑爽 忽然剿面一疼 一看着陈平 踩了自己一脚 正要骂人 却看到陈平 在给自己施眼色 刘邦心灵深惠 赶紧把耳朵 靠了过去 陈平悄悄地说道 老大 我军被项羽挤压 在营阳前线 主公自问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能阻止 韩信 自立为王吗 有没有主公的旨意 韩信 都有自立为王的实力 他今日派人来 征求主公的意见 说明他心中还有主公 主公不可措施良机 我已经知计 当封韩信为齐王 先吻住他 使之灭楚 否则激怒韩信 他要是与项羽合兵 还有我们的活路吗 刘邦是个聪明人 一点就破 他刚才只是过过嘴瘾 却没想这么多 即便他对韩信 有一肚子的不满 现在也不是和韩信 算账的时候 如今之际 只能先稳住他 等密了项羽 看我怎么收拾你 冷静下来的刘邦 对刚才大骂韩信 有些后悔 毕竟 韩信的使者 就在不远处 相信他听到了 刘邦刚才骂人的那些话 如果他如实回答韩信 那韩信 不反也得反了 怎么办 这时候 就看出刘邦 影帝级的表演了 几乎是下意识的 又张口大骂韩信 但这一次 话风完全变了 想当秦王 就直说嘛 不可能你说你想要 我不给你 你说你不想要 我偏要给你 大家要讲道理吗 再说了 当个代理秦王 有什么意思 男子汉大丈夫 要当 就当个真秦王 一旁的张良和陈平 欣赏着看着刘邦的精湛演技 瞬间实话 这转变也太快了吧 一场危机 就这样 话语无形 而此时 表面上冲锋和气的刘邦 心中 也悄然埋下了 杀韩信的种子 这一年 刘邦派出小弟 带着新客的秦王印 赶赴林姿 策封韩信为齐王 得知韩信封了王 项羽不淡定了 他向来崇高 简单的暴力美学 鄙视韩信这样的阴谋制造者 但是眼下 韩信已经彻底征服了齐国 刘邦的地盘 由最开始的关中 一跃扩张为 拥有 秦 敬 齐 三个大国的诸侯大佬 随着魏豹 田广等地方实力派 先后被灭 项羽放眼天下 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孤家寡人 项羽不怕死亡 他不甘心失败 他不甘心自己打下的江山 就这样落入韩信之手 但同时 他也明白 眼下的韩信如日中天 实力已不在自己之下 骄傲如项羽 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在项羽的安排下 楚国使者武社 达马向北吉池 去面见韩信 早在出发前 武社就已经打好了副稿 一见面 他就单刀直入 暴秦已灭 天下诸侯应该和平相处 如今 汉王挑起战争 侵略诸侯 他是不吞并天下 但汉王不会成功的 向王多次将他捏在手中 可怜他 才让他得以活命 然而 汉王忘恩负义 攻击向王 这样的人 难道还值得信任吗 如今 您虽然与汉王情生义重 但最终会被他锁情 您现在之所以能活命 是因为向王还在呀 如今 两个王的性命 全在您手上 您助楚 则楚胜 助汉 则汉胜 一旦向王完蛋了 刘邦下一个要收拾的 就是你 您与向王有旧情 何不反汉助楚 平分天下呢 韩信 陷入了沉思 他深知 刘邦对自己始终留着一手 当初韩信拿下卫国的时候 刘邦立刻派人来调走韩信的精兵 输送到营阳战场上 第二次 当韩信击败赵国时 正逢刘邦 背向于打败 狼狈地逃到韩信驻扎的休武 进入韩信的军营 趁韩信还在睡觉的时候 夺了将印军服 对军队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来了个大洗牌 一让韩信组织赵国的新兵 抓紧拿下齐国 那么韩信呢 他对刘邦的态度如何 其实韩信自己也清楚 他对刘邦也没有那么赤胆忠心 拿下齐国之后 韩信主动提出 要刘邦封自己为代理齐王 这对于前线还在跟 向于死磕的刘邦而言 简直是要挟 但这要挟起了作用 刘邦干脆封韩信 做了真齐王 满足了他的愿望 然而当机遇真正降临在自己身上时 他却退缩了 承思良久 韩信抬起头 对武社说道 我侍奉向王时 官职不过是仗前的侍卫 继谋也不被采纳 所以才从向于集团辞职 跳槽到了刘邦的创业团队 汉王给我的薪酬待遇非常高 任我为上将军 对我言听计从 人家那么轻信我 我如果背叛他 就会不祥 我死也不会背叛向王 韩信拒绝了武社 尴尬的沉默后 武社发出一声叹息 长败转身 黯然而去 武社走后 躲在一旁的凯彻 站了出来 发表自己的意见 虽然还是准备炒冷饭 但凯彻的情商 就是比武社高那么一点点 因为他选择了一个 独特的切入点 面相 凯彻 陈曾经学过相面术 韩信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哦 不妨说来听听 开车 我向您的面 不过是封个喉 而且又危险 向您的背 却是高贵的 无法言表啊 这是几个意思 主汉争斗数载 白骨漏于野 千里无鸡鸣 大王天性仁厚 岂能坐视百姓 被涂血四野 除与汉 皆非上天所受 大王 何不止其斗 以安天下 武社刚才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他说的 并非没有道理 天下三分 其最强 其父楚 则处胜 父汉 则汉胜 如今 项羽与刘邦的性命 全在大王宁首中 诚愿 披肝力胆 为大王献祭 不如 让楚汉同存 与大王宁 顶足而立 以大王的邪名 和齐国的强盛 天下人 不敢不服 然后 大王 再广施恩德 天下诸侯 必定 都会成福 天欲不取 反受其咎 希望大王 认真考虑一下 韩信摇了摇头 韩王对我很好 让我乘坐他的马车 穿他的衣服 吃他的饭菜 我既然在汉王手下做事 必须为汉王分忧 又怎么能 因贪图私利 而忘恩负义 先生此错 岂不误我 当初张尔和成瑜 两人是异性兄弟 生死之交 感情深厚 可是最后还是反目成仇 人都有欲望的 你以为和汉王有情有义 但是他已经坑了你好多次了 你和汉王的交情 能比得上张尔和成瑜的感情吗 韩信沉默不言 凯彻继续进攻 想当初 文人种保住了 兵灵灭亡的越国 是勾建称霸于诸侯国 但他自己功成名就 就确身遭杀害 如果没有文种 岳王勾建都死了八回了 可最后还不是兔死狗碰 况且我听说 永略正主者升威 攻盖天下者不赏 如今大王设西河 鲁卫王秦夏说 引兵下井行 诸城安军 寻赵 祝燕 定齐 南催楚人之兵二十万 东沙龙居登上了人生的巅峰 您不论跟刘邦 还是跟项羽 都不会被信任的 都是死路 大王还认为自己安全吗 韩信还在犹豫 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考虑考虑 几天后 凯彻又来找韩信 我前几天说过的事 大王考虑得怎么样了 韩信还是犹豫不决 凯彻再次劝韩信下决心 聪明人要善于决断 犹豫不决是成功大害 明明知道这个事是这么个理 得这么办 可就是下不了决心行动 所有的事都是这么出问题的 成功不容易 时机难再来呀 被问到这一步 韩信也不好意思继续拖延 他想了半天 开口道 请先生误再多言 我意已决 绝不背叛汉王 凯彻见计策不被采纳 担心遭殃 开始装疯卖傻 武社和凯彻 两人说辞类似 立场却不相同 武社为项羽谋求利益 凯彻则看中独立的价值 当我们开启了上帝视角 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对话时 总会为韩信深感惋惜 此时的韩信风头正盛 如果真要搞独立 短时间内 项羽和刘邦还真奈何不了他 这样一来 就会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 面对这个天大的诱惑 韩信为什么要拒绝 在这里我想从性格方面入手 分析一下韩信的心理活动 韩信终其一生 都在追求一种对等的尊严 我对你好 你也对我好 你以国土代我 我必以国土报之 被南昌亭长的老婆摆脸子 韩信发达后 还专门去找亭长 说出当年的委屈 票母给他吃的 韩信就一定要报答他 对知己者效忠报答 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遗风 是那个时代的骑士精神 而韩信 无疑就是那个时代的骑士 面对凯车的劝说 韩信还有点天真 总觉得我功劳大 刘邦总不会坑我吧 韩信总以为 这种军城之间的尊严 应该是对等的 但是很可惜 他所向往的那个时代 已经过去了 趁他病 要他命 韩信拒绝了项羽 坚定地站在了刘邦这一方 这一下子 轮到项羽不淡定了 出来混这么多年 什么大风大浪没遇到过 想不到 如今却要向刘邦这老流氓低头 想想就觉得憋屈 仗打了这么多年 无论自己如何努力 敌人总是决土重来 不断地挑衅你 骚扰你 让项羽总有一种无力感 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去 能帮到自己的越来越少 如果雅夫还在 那该多好 虽然这老头子脾气古怪 唠唠叨叨 老喜欢批评自己 但项羽知道 他做的这一切呀 都是为了他自己 难怪自己当时听信谣言 一时冲动 辞退了范增 如果范增还在 想必自己 不会如今日这般落魄了吧 项羽的日子很难过 刘邦的日子也不好过 这一年的刘邦 已经53岁了 头发早已花白 多年的战争生涯 自己的身体也不行了 尤其是胸口的剑伤 一直不见好 一到阴天就疼 换做普通人 这个年纪早该在家抱孙子 可自己不能啊 一旦踏上了这条路 就不能回头 要么成功 要么失败 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对于彻底击败项羽 刘邦并没有多少信心 他和项羽一起做过同事 深知这小子的厉害 打仗 那叫一个猛 自己部下的繁快 冠英 周伯 虽然都是猛将 但跟项羽一比 段位差得太多 连一起打排位赛的资格都没有啊 对了 还有那个 让自己又爱又怕的韩信 这家伙 好像天生就是当将军的料 自从给了他独立的军事指挥权后 这小子在北方战场 一露绿灯 将魏国 带国 赵国 骑国 揍了个遍 简直就像开了挂 虽然自己对韩信 还有诸多不满 但 无忧项羽 少不了他的协助 眼下 还不能跟他翻脸 既然双方的日子都很难过 那 办法只有一个 何谈 这一天 刘邦派出了一位谈判专家陆甲 前往储君大营 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 营救刘邦的老爹和媳妇 要想和谈 总得拿出点诚意嘛 我家人在你手上 先放人好不好啊 然而 项羽却并没有放人的意思 在他看来 这是自己手中的底牌 如果放了他们 还拿什么来要挟刘邦 看着陆甲离开的身影 一旁的相伯 又送上了一波神助攻 小向啊 既然要跟人家一合 总得拿出点诚意来嘛 你扣着人家的家人不放 算几个意思嘛 这也和你的身份不符嘛 项羽脸上一阵烧 几天后 刘邦派出了第二位谈判专家 侯公 有了项伯的助攻 侯公的工作就顺利多了 双方一拍即合 项羽答应归还刘太公和吕志 并且签署了庭战协议 约定以洪沟运河为戒 西边归刘邦 东边归项羽 从此以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东吴桥 咱俩 谁也不欠谁 刘邦没有意见 他在条约上签字 盖章 然后去接老爹和老婆回家 看着吕志 颤着年迈的老爹 颤巍巍下了车 刘邦赶紧迎了上去 哭倒在地上 场面非常感人啊 哭完之后 刘邦又想起了侯公这位大功臣 如果不是他从中说何 自己现在还孤家寡人呢 于是下令 封侯公为平国君 还称赞他 此天下便是所居倾国啊 然而 侯公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都说 半君如半虎 刘邦这个人品行不咋地 眼下他高兴 才给自己封赏 哪天要是不高兴了 恐怕脑袋就得搬家 因此 在办完正事后 侯公连封赏都没要 果断选择了走人 就在刘邦准备收拾东西时 张良和陈平来找他 劝刘邦毁约 准备开战 刘邦有点懵 这个不太好吧 我和项羽刚签完停战协议 墨迹都还没干呢 这就准备翻脸了 张良告诉他 诸公拥有天下大半领土 诸侯国都已归附 士气旺盛 兵精良足 而项羽那边 兵力已批 军粮枯竭 如果汉军 趁对方不备之时 发动突袭 必能斩杀项羽 项羽者 柴虎也 今日放虎归山 明日 必为我换 不若 早出之 一句话 趁他病 咬他命 刘邦 还是有点犹豫 现在就撕毁协议 等于 打了自己的脸 之前苦心经营的人设 不就崩了吗 做人得讲诚信吧 陈平告诉他 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后人 哪管你用了什么手段 在你光芒万丈的荣耀下 人们便会忘记你的手段的黑暗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是要脸面 还是要胜利啊 刘邦在沉思 当然 这沉思也没有持续多久 和项羽不同 刘邦没有那么多的道德束缚 在明与力之间 他果断选择了后者 刘邦还是有顾虑 哎 项羽太过牛了 跟他继续干 我真没有把握赢他 万一又输了怎么办 陈平问他 主公之前输了那么多次 都没有放弃 万一 这一次赢了呢 更何况 主公扪心自问 你真的尽力了吗 那一瞬间 刘邦正住了 因为他忽然发现 自己习惯了找借口 事实上并未竭尽全力 那还等什么呢 赶紧出兵吧 全体都有 向后转 目标 向宇 来不及休整的汉军 接到刘邦的命令后 立即启程 悄悄跟在 储君后面 寻找偷袭的机会 当然 做这一切之前 刘邦也给 韩信和彭越 发了个信息 让他俩带着自己的小弟 赶紧过来 一起 围殴项羽 此时的储君 确实是 最为松懈的时候 连年的战争 早已磨去 他们的锐气 只留下一身伤病 他们 早已厌倦了 战争的厮杀 只想回到自己的家园中 过岁月静好的生活 郁闷的向宇 在前面走 狡猾的刘邦 在后面尾随 尽管刘邦 已经非常小心谨慎了 但要让庞大的军队 不被发现 弹劾容易 很快 向宇就发现了 赖批的刘邦 一怒之下 杀了个回马枪 双方在固灵 展开了一场大战 正面对决 几乎没有人 是向宇的对手 没过几招 刘邦就被干趴下了 说好的援兵 韩信 彭月 一个都没来 愣是装作看不见 明明说好开黑 怎么队友都挂机了 即便如此 刘邦依然没有撤退的意思 而是躲在了城内 高挂免战牌 就是不出来 项羽气得跳脚大骂 却也无可奈何 刘邦终于明白 他失算了 储君并非如他想的 那般不堪一击 在项羽手上 自己一直都占不到 什么便宜 该下何为储霸王 十月的北方 天气很冷 这一天 刘邦找来张良 诉说自己心中的苦闷 哎 子方啊 早在出发前 我就给韩信 与彭月发了信息 要他俩过来围殴项羽 但这两人至今人无动静 一个个都在玩潜水 你说 我该怎么办 张良 淡淡道 项羽父王在即 韩信与彭月 却还没有得到好处 自然不会来给您帮忙了 哦 子方的意思是 韩信被立为齐王 不是您的本意 他内心必定也不踏实 彭月平定了良地 当初您封他为相国 如今魏王豹已死 彭月也希望封王 而您并没有满足他的愿望 如果主公能够将城地以东 直至海边的地都给韩信 将隧阳以北 直至古城 封给彭月 给他们点甜头 再让他们出力就好办了 刘邦恍然大悟 作为集团负责人 光给员工画大饼 是没有用的 想让员工干活 很简单 将之前的承诺 落到实处 让员工 切切实实享受到应有的待遇 比什么鸡血都有效 为了切断项羽的退路 刘邦决定 拔掉项羽最后的据点 九江国 九江国原本是英部的地盘 后来被龙居占领 这之后 项羽又任命周英 为九江国的一把手 为了用最小的代价 换取最大的利益 刘邦决定先来软的 派出了刘甲去说服周英 刘甲不负刘邦的嘱托 在见到周英后 摆事实讲道理 要他跟项羽决裂 周英显然对项羽 也没有多大信心 知道项羽迟早要玩完 果断投奔了刘邦 项羽正要骂人 又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 灌羽从鲁帝挥师南下 连破轩郡 柏羽等地 随后渡过淮河 击破相声 谈弓 正斩宣弓 深情向他和周澜 在宜乡和刘邦胜礼回师 几乎一夜之间 风云突变 项羽的左膀右臂都被斩断 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看到形势逐渐明朗 韩信彭越终于出兵了 这年十一月韩信带着自己的三十万人马 从齐国一路南下 不费吹灰之力 便拿下了鹏羽 然后继续向南 极大的压缩了项羽的生存空间 彭越也不再打游击了 他率军从古城南下 从北向南夹击项羽 项羽预感到形势不妙 带着主力部队从顾陵一路撤退 试图摆脱刘邦的包围圈 回到自己的老家江东 虽然储君各部拼死阻击 但源源不断的汉军 就像狗皮膏药一样 怎么甩都甩不掉 一路紧咬不放 终于他们来到最后的战场 该下 该下在今天的安徽宿州市 陵壁县东南 原本就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 因为这场战役即将成为 举世闻名的古战场 既然走不了 那就不走了 向羽一生征战无数 美战必胜 哪受过这种被人撵着跑路的屈辱 该下是一片开阔地 南高北低 但落差不大 正好可以发挥自己 快速突击的优势 就是这里了 公元前202年冬 一场决定天下命运的大战 即将到来 为了拿下项羽 刘邦几乎集结了那个时代 最为耀眼的英杰 韩信 彭越 鹰部 管英 樊快 周伯 大伙 联起手来 准备展开一场巨大的围猎 没有人敢掉以轻心 因为他们的收敛目标 是那个曾创造了无数军事奇迹 让无数人景仰膜拜的西楚霸王项羽 刘邦很清楚 论打仗 眼下能与项羽一战的唯有韩信 因此 他把前线的军事指挥权 全都交给了韩信 随便你怎么搞 我只想要项羽的人头 12月 楚汉最后的决战爆发 汉军合计近60万支众 一步步朝项羽军违逼而来 而项羽这边只有10万人 但是项羽不怕 巨鹿之战 鹏城之战 哪一次自己不是反败为胜 逆转了战场形势 这一次 我定要让历史重演 为了完成对项羽的包围 韩信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他将自己的30万大军 排在汉方军阵的最前方 与项羽正面对阵 韩信居中指挥 左侧是他的部将孔熙 右侧是他的部将陈鹤 刘邦跟在韩信的30万人之后 周伯与柴武在最后方押阵 鹰部彭月刘甲负责合围 防止储君突围 千云低垂的云木下 雪花纷纷营扬 向羽骑着自己的乌追马 手持大击来到阵前 韩信也在众人的拱位下走到阵前 与项羽遥遥相望 对面的项羽依然豪气干云 横大击 在如云的战争中是那么显眼 对于这一场战 韩信等了太久 他太想证明自己了 虽然自己之前一路横扫北方 但那些人根本入不了韩信的眼 在他的心中 自己的终极对手只有一个 那就是项羽 从储君阵营中跳槽后 韩信已经有四年没有见到项羽了 四年的时间改变了太多 当年不可一世的项羽 如今已然成了众人狩猎的对象 时过渐迁 当年一别 霸王可还无恙否 项羽也注视着对面的韩信 想不到当年那个小小的侄己狼 如今竟然成了敌军的最高军事统帅 真是莫大的讽刺 咚咚咚 气运成熊的战鼓敲响了 没有过多的寒暄与等待 项羽举起大击 身后的储君将士发出整齐的怒吼 深圳山河 随着项羽的一声令下 十万储君开始向汉军发起冲锋 马蹄踢打着大地 地动山摇 看着眼前崩腾弱雷的储君 韩信不慌不忙 挥舞着蜀中的领旗从容指挥 数十万汉军将士 迅疾各就各位 他们的脸色肃目中 练血紧张 初次上战场的手中的长枪 还带着些微微的震动 弓箭手 准备 韩信另起一挥 弓箭手手腕长弓 瞄准前方来起 一瞬间汉军万箭齐发 当头卷向储君 片刻功夫 白茫茫的空地上 倒满了死伤士兵 可储君的攻势 没有丝毫停滞 在项羽的带领下依然不顾一切地向前冲 将汉军的防御硬生生冲开了一道口子 看着项羽一马当先冲出 如入无人之境 刘邦的一颗心瞬间紧了起来 小汉啊 你可得给我顶住啊 这一战就靠你了 心中祈祷完毕 悄悄往后撤了 对于储君的这波灵力攻势 韩信早有准备 虽然汉军在败退 但丝毫看不出溃逃的迹象 由于储君势勇清静 战线被拉得很长 步骑前后开始脱节 韩信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他立即挥武令旗 指挥左右两翼的部队迂回 杀到储君的侧背 将储君骑兵与步兵分割成两截 又命令撤退的汉军 反身杀回 穿插包围 各个击破 厮杀身正耳欲聋 天地为之变色 韩信熟悉项羽这种快速突击的打法 为了缓冲项羽的攻势 他早就安排了三层防御 一切尽在韩信的掌握中 储君虽然继承了项羽的勇猛 但架不住汉军的人海战术 渐渐出现不敌的迹象 胜利的天平 已经明显朝着韩信一方倾斜 项羽虽然能打 但也只能眼看着储君 被人潮淹没 倒在自己身前 放眼望去 汉军正在密密麻麻地向自己涌来 不能再冲了 项羽立即调转码头 指挥储君撤退 韩信望着储君退去的身影 心中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 他没有趁势追击 汉军消耗过大 需要休息 经历了一天的厮杀 双方都筋疲力尽 项羽清点人数才发现 这一战 储君竟然战死八万 接下来的几天内 楚汉双方都没有主动挑战 晚些时候 刘邦找来了张良 子房啊 眼下储君虽然被困在该下 但势气依然高涨 如果我们强攻 恐怕要遭受重大伤亡 你可有什么办法呀 张良成思良久 给他出了个主意 楚国士兵离家已久 眼下陷入绝境 思乡之情最是迫切 主公可以派几名乐师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吹消 激发他们的思乡之情 如此一来 储君必定无心作战 自然离散 刘邦一听 好计策 就这么办 英雄的完美谢幕 夜已生了 储君将士们 三三两两挤在一起 互相取暖 却依然抵不住 这彻骨的寒意 经历了前几日的残酷厮杀后 储君伤亡很大 粮草已捉襟见咒 怕是支撑不了几日了 大帐内向羽完全没有睡意 一身戎装坐在暗后 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那双曾经有如飞行闪电的眼睛 如今变得涣散无神 一旁的鱼姬知他心中苦闷 没有说话 默默地为这个男人倒酒 他知道自己这一战注定赢不了 想不到自己戎马半生 竟然落得个这样的结局 忽然帐外隐约飘来一阵消声 起初声音很小 渐渐地消声越来越清晰 储君将士们更无睡意 他们抬起头来 看到头顶飞过几只风筝 发出乌烟之声 而此时周围的汉营里 又传出楚地歌声 蜡月寒东西 四夜飞升 天高水顾兮 寒夜悲怅 醉苦树边兮 日夜傍旁 披肩之瑞兮 古丽沙岗 离家十年兮 父母生别 妻子何堪兮 独宿孤房 虽有余田兮 属于之首 离家九属兮 属于之长 白发一门兮 望穿秋水 质子意念兮 泪断肝肠 狐马思风兮 尚知恋土 人生客酒兮 宁望故乡 一旦交兵兮 导任而亡 古肉维尼兮 摔草豪凉 昏破悠悠兮 不知所欲 壮师寥寥兮 腹之荒唐 当此永夜兮 追思反省 及早散处兮 免死书方 我歌凯旦兮兮 天前告辱 辱其之命兮 勿未渺茫 汉君有德兮 乡君不杀 哀告归情兮 放辱翱翔 勿守空影兮 梁道已绝 指日情雨兮 欲时俱伤 这歌声如怨如目 如气如素 一下子勾起了大伙的思乡之情 想到自己出门在外 辛辛苦苦打拼这么多年 到头来得到了什么 荣华富贵且不说 到头来连命都要丢在这里了 一想到这些 大伙的心情瞬间不淡定了 还打什么仗呀 回家吧 项羽听闻歌声 大惊道 汉君难道 已经拿下楚国了吗 为何楚人如此之多 他走出帐外 看着将士们散去的身影 心中涌起 难言的三楚 他没有挽留 一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 留下又有何意义 还不如让他们逃命去吧 也许还能有活命的机会 项羽失魂落魄 回到帐内 端起桌岸上的酒杯 一饮而尽 然后慷慨复歌 里拔山兮 气盖世 时不利息 追不适 追不适兮 可奈何 于兮于兮 奈若何 遥想当年 自己气吞万里如虎 豪气甘云 如今却身陷死地 还连累了身边的将士吗 老天呀 你为何 带我如此不公 项羽一遍遍唱着这首歌 任由泪水 在脸上肆怨 鱼鸡 鱼鸡 汉军就要打过来了 这一次 或是逃不出去了 你今后 又该何去何从 一旁的鱼鸡 轻然拔剑起舞 寒泪唱何道 寒冰已落地 四方楚歌山 大王一几净 见千何聊生 鱼鸡唯一能做的 就是陪伴这个男人 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望着孤独而伟岸的项羽 鱼鸡 渐渐冰凉的身体 痛哭失声 心爱的女人 已经离她远去 从此之后 她在这个世上 再无牵挂 当晚 项羽带着剩下的八百七 在雪中趁乱逃离 等汉军反应过来时 项羽已不知去向 消息传到刘邦处 刘邦大为震惊 汉军六十万人 防守如此严密 竟然还是让项羽给逃了 如果让项羽逃回江东老家 以她在江东的威望 难保不会卷土重来 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好不容易将她围在该下 可不能让她给溜了 她马上找来骑兵司令冠英 让她率五千骑兵 出营追击项羽 胡要见人 死要见尸 找不到项羽 你就不用回来了 项羽带着八百骑兵 一路南下 等到她渡过淮河 来到英灵时 八百骑兵只剩下了百余旗 更糟糕的是 项羽迷路了 两条路一左一右 不知哪条路通往江东 就在这时 项羽看到不远处 有一个农夫在干活 他拍马过去 问他江东怎么走 农夫看着一身血污的项羽 心中早已猜到他的身份 给他指了一条路 话音刚落 项羽带着百鱼旗 消失在农夫的饰宴中 丝毫没有留意到 农夫嘴角露出的一丝笑容 没走多远 项羽就发现 自己陷入了一个沼泽之中 别说骑马了 就算不行也过不去 直到这时 他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来不及后悔 赶紧原路返回 这一来一回浪费了不少时间 汉军的大队人马 很快就追了上来 项羽又落入了 汉军的包围圈中 面对身边 满身血污 伤痕累累的储君将士 项羽意气风发 发表了他人生 最后一次演讲 我项羽自起兵以来 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身经七十余战 所挡者破 所击者服 没有输过一场 这才能称霸于天下 然而 今天却搞到这步田地 不是我拥兵过失 是老天 要亡我呀 今日 固然难逃一死 但 我也愿 为大伙再战一次 好让你们知道 这是天要亡我 非战之罪业 好一个天亡我 非战之罪 向于 摇指一名汉军军官 看我 先斩他们一员大将 你们 分四路突围 在 东山下集合 说完 大喝一声 直冲敌政 将那名倒霉的汉军军官 斩于马下 在千金万户的刺激下 杀红眼的汉军仍然在 源源不断地涌上来 汉军的前锋指挥 杨喜 见项羽浑身嗜血 想上去和项羽单挑 拍马向前几步 却听项羽大喝一声 你想单挑吗 杨喜的三魂六魄 顿时被吓掉两魂 一连往后退了好几步 项羽纵马挥急 带着身边的勇士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杀向汉军 世人皆知 项羽的单骑 冲杀能力天下无敌 汉军人数虽多 但没有一个 有勇气跟项羽单挑 硬生生被逼退了好几里 项羽冲出重围后 带着剩余的二十六骑 项羽一路南崩 不多时便来到了乌江边上 项羽抬头看着彼岸 那一年 他和叔父在无限 招募了八千子弟 雄骄骄气昂昂 渡过乌江 诸禄天下 何等豪迈 想不到如今 却混成了这副模样 一滴青泪 从项羽的眼中滚落 江面上 只见一眼偏舟 荡漾而来 靠岸后 一位老者上岸 对项羽一拱手 我是乌江亭长 在此等候项羽多时了 汉军追兵就在身后 还请项羽赶紧上船 我在你过河 渡过乌江 就是江东地界 那里是他人生的起点 只要过了河 自己就有机会重新开始 然而项羽却成盈不绝 吴江亭长急了 江东地方虽小 纵横也有千里 人口数十万 割据一方 踏实东山在起 指日可待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项羽竟然拒绝了 天要亡我 我还过江做什么 况且当年江东八千子弟 与我渡江西争 如今几尽全灭 纵乱江东父老 怜惜我 我又有何面目面对他们 即使他们不说什么 我就能 问心无愧了吗 说吧 将乌锥马一推 对乌江亭长说道 宝马赠你 你且 自行离去吧 送走了心爱的乌锥马 项羽回头看着身边 仅剩的二十六骑 胸中涌起 一股热血 他这一生经历过很多背叛 但至少眼前这二十六骑 不离不弃 陪他走到了最后 项羽勿送着乌江亭长远去 而此时 紧追不舍的汉军 再一次围了上来 马蹄声 游远极近 如崩雷一般 项羽和二十六名骑士下马 脱去沉重的铠甲 放声狂笑 然后拔出腰间的剑 义无反顾地 冲向汉军 啥 为了项氏家族的荣耀 啥 为了死去的将士们 没多久 项羽身边已经倒下了上百具尸体 而他自己已经身负十余处创伤 放言望去 他的伙伴已尽数阵亡 只剩他自己了 汉军将士们吓傻了 见过能打的 没见过这么能打的 拿下项羽赏千斤万户 不好意思 那也得有命花不是 项羽望着眼前一位汉军骑将喊道 来人 可是就有驴马童 突然被项羽点了名的驴马童 不敢正视项羽的目光 伸手一指 对旁边的王毅说道 这就是项王 项羽道 我听说 汉王悬赏千斤 封一万户 要我的向上人头 咱们好歹相识一场 我成全你 说完 项羽挥剑自吻 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中 轰然倒地 一带天骄 允命无疆 项羽为什么败了 每当提起这段故事 我相信大伙心中 总有一种拧巴感 项羽明明有机会逆风翻盘 为什么不过江 从头来过呀 项羽啊项羽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不知你想不通 很多人都想不通 李清照想不通 写了一首诗 生当做人节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杜牧也想不通 也专门写了首诗 事败兵家事不期 包修仁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 未可知 清朝初年 有个叫李渝的 这哥们脑洞比较大 他认为 项羽不渡乌江 是怕被庭长给绑了 这就有点 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了 项羽是何等神勇 会怕一个小小的庭长 人家好心帮你 你却怀疑他的人品 岂有此理呀 其实 不止别人想不明白 就连项羽自己到最后 也没想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失败 他仍然固执地认为 此天王我 非战之罪 在我看来 与其说项羽是好面子 不如说项羽 是个很感性的人 他很容易被情绪左右 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鸿蒙宴上 范增早看出了刘邦的野心不笑 好几次是一杀之 可项羽呢 被刘邦的几句恭维 就给忽悠了 不仅没有杀他 反而好吃好喝招待着 风风天下后 他只想依井还乡 将秦朝的财帛 美女通通运回鹏城 有人劝不动他 背后说了他几句 结果项羽的处置办法就是 煮了 两军挣钱 项羽熬不住了 他竟然提出 与刘邦单挑的天真想法 我赢了 天下就归我 你赢了 天下就归你 结果被刘邦一口回绝 吴江岸边 面对唯一的逃生之路 项羽却自觉 无颜面见江东富朗 一转身杀入了汉军阵营中 完成了自己人生中 最华丽的一场泄墨 纵观楚汉这段历史 我们常常会觉得疑惑 项羽手里 明明有一手好牌 可为什么打到最后却输给了油腻中年大叔刘邦啊 关于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讨论 有人说 项羽不善用人 韩信英部 范增这些人 原本是跟他混的 可结果呢 韩信不受重用 离他而去 英部 被他猜忌 最终背叛了他 范增跟他翻脸 负气而去 有人说 项羽过于迷信武力 每到一处动辄图成 一言不合就要主人 最终 使人心离散 我不想炒冷饭 咱们换个角度聊聊这个话题 在我看来 项羽和刘邦 最根本的区别就是 战略和战术 那么问题来了 战略和战术 到底有什么区别 战术 仅能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 而战略 却可以决定一家公司的兴衰 一个不明白战略的人 当上最高决策者 是极容易产生 方向性的决策失误 毁掉整个团队 而项羽 无依旧是那个眼中 只有战术 没有战略的人 为了说明这一点 我们不妨来对 楚汉战争 做一场复盘 毫无疑问 项羽的起点 要比刘邦高出太多 且不说 他是个长腿欧巴 力能扛顶 拥有极高人气颜值 从出生来讲 他是项氏家族的继承者 身上流淌着贵族的血脉 人家爷爷是楚国的大将军 亲叔叔是反秦起义军的带头大哥 彻彻底底的官恩代 简直是人生赢家 项羽拥有如此高的起点 他的战术一直都很出色 身经七十余战 每战必胜 可惜他缺乏全局观念 他知道怎么去获取胜利 却不知道怎么样运用胜利 战术上的巨大优势 并不能弥补他在战略上的巨大缺陷 这就是项羽最终失败的根源 看到这里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 一个和他同时代的西方悲剧英雄 没错 正是汉尼拔 汉尼拔曾发誓 永远做罗马的敌人 那一年他带着军队奇迹般的穿越阿尔卑斯山 横扫意大利 搅得整个罗马天翻地覆 打出了令罗马几乎全军覆没的 坎尼之战 但是他的副手在坎尼之战大胜后 说了一句话 汉尼拔呀 你比任何人都懂得如何获取胜利 但你不懂得如何利用你的胜利 项羽也是一样 他虽然每战必胜 但在常年的军事生涯中 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彭城之战 刘邦战败后 退至盈阳一线收集残部 在盈阳以东 打败了成胜追击的储君 暂时稳定了战局 在这里 刘邦和项羽对峙了两年半 为了彻底孤立项羽 刘邦积极拉拢彭越 重用韩信 完成了对项羽的战略包围 而项羽竟然无动于衷 最后他还是失败了 可是我依然愿意 热情地歌颂这个伟大的失败者 我们常常以成功论英雄 对于成功者 我们投以鲜花和赞美 对失败者 我们大家打伐 尽情嘲笑 可唯有项羽 凌驾于这一规则之上 虽然兵败生死 却赢得了后世的敬仰 项羽代表了中国的贵族精神 他死后 这种贵族精神也随之而亡 再没有那种 临死不屈的傲慢 对高尚灵魂的崇拜 对尊严的无比敬畏 他让我们明白 出了局的依然是英雄 终于当上皇帝了 当项羽的人头被送到刘邦面前时 他有一种喜极而泣的感觉 在与项羽正面刚时 刘邦从来都是输得多 赢得少 好几次还都是死里逃生 侥幸捡回一条命 即便如此 刘邦也没有放弃 仗打输了又如何 大不了从头再来 凭见着这样的任劲 刘邦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来 继续跟项羽死磕 终于 那个不可一世的项羽 倒在了自己面前 而自己也迎来了 最辉煌的时刻 刘邦原本以为 项羽死后 各地的反抗力量 就会放下武器了 不料 在山东鲁县碰了钉子 鲁县宁死不祥 他们不相信项羽已死 坚守城池 要等项羽回来 为什么鲁帝对项羽如此忠心 因为这里曾是项羽的封地 他们心中只有一位主公 那就是项羽 鲁县外是来势汹汹的汉军 鲁县内是礼院玄通之声 不断地如生们 眼看鲁县誓死不祥 刘邦火气上来了 下令城破之日屠城 张良事实地出现了 他告诉刘邦 鲁县百姓为项羽守城 并无过错 主公如果要屠城 势必会寒了天下人的心 此举万万不妥 刘邦 那你说怎么办 既然他们不相信项羽已死 那不妨就让他们亲眼看看项羽的人头 再以隆重的礼节将项羽下葬 如此一来他们必然会想了 在刘邦的安排下 汉军将项羽的人头拿给鲁县百姓看 守冲的李将军看见项羽确实已死 放声大哭 然后拔剑自吻 百姓自发为项羽披麻戴笑 哭声震天 哭完项羽后 鲁县开始跟刘邦谈判 要我们投降也可以 但你必须后葬项王 建祠堂 亲自祭祀 成交 为了安抚民心 刘邦用葬鲁公的礼仪 把项羽葬在了古城 亲自为项羽发丧举哀 在项羽的坟前 刘邦再一次展现了影帝级的表演 哭得那叫一个稀里哗啦 眼泪鼻涕一把流 谁也拉不起来 不仅哭 刘邦还亲自写了记文 他深情回顾了两人 并肩战斗的革命岁月 称赞项羽 永远冲在第一线的战斗精神 以及自己对项羽 由衷的敬仰 刘邦的哭戏 也感染了不少人 大伙纷纷在心里 给刘邦点赞 还是老大人一样 对自己的敌人 也能如此尽重 怪不得能当大哥呢 然而熟悉刘邦的人 却在心里暗暗鄙视 毛哭耗子假慈悲 为什么我要说 刘邦的哭戏 只是一场政治作秀 很简单 因为接下来的一件事 暴露了刘邦的本心 史记 吉正列传 提到汉武帝时期 有一位大臣 叫郑当 他的父亲郑军 曾经是项羽手下的将军 项羽战死后 郑军归降了刘邦 楚汉战争结束后 大量储君偷奔了刘邦 而刘邦却要求 项羽的老部下 在提到项羽的时候 一律称为项吉 不能再叫项羽 更禁止称其项王 否则一律言成 要知道 在古代 直呼别人的名字 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 刘邦此举就是要求 他们与项羽划清界线 彻底把项羽搞臭 当大多数人卑躬屈膝 向刘邦 臣服时 郑军却站了出来 对刘邦说 不 郑军不愿执行此令 他始终恪守 作为西楚臣子的礼节 坚持称项羽为项王 用生命捍卫 君臣之礼 刘邦很生气 又下了一道命令 凡称虎象吉者 一律升官加决 不愿称虎象吉的人 一律给我滚蛋 郑军不愿意向刘邦屈服 最终被赶出朝廷 并死家中 虽然郑军此后 再也没有获得当官的机会 但他并不后悔 因为他用实际行动 证实了一句话 气节比生命 使徒更重要 做完这一切 刘邦马不停蹄地赶到定逃 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收兵权 具体来说是夺回 韩信二十万军队的指挥权 在灭掉项羽后 韩信手中还有二十万军队 这支军队一直以来 都是刘邦心中的一块石头 到灭楚前夕 韩信已经成为 与刘邦项羽 顶足而立的强大势力 作为一名 政治嗅觉 异常敏锐的带头大哥 刘邦对可能威胁到 自己的一切事物 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心 尤其是兵权 随着该下之战 以胜利告终 韩信终于走上了人生巅峰啊 超过项羽 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代战神 随之而来的 是刘邦对他的戒备心 越来越重 生逢乱世 有统军之能 又有练兵之实 力挽狂澜 破霸王 福大夏于江青 萌生故将遍天下 楚汉诸雄 无人 可与之匹敌啊 这么牛的人 绝对不能让他掌握兵权 收兵权 可是一项风险极大的技术活 运气不好 有可能会被反收人头 刘邦的经验是 乘其不备 果断出手 虽然收了韩信兵权 但刘邦生之 打一巴掌 给一个填草的道理 他没有剥夺韩信的爵位 只是由齐王 改为了楚王 理由也很充分 让韩信无法拒绝 如今楚帝已被平定 楚帝百姓急需安抚 需要一位智楚者走马上任 韩全景熟悉楚地风俗 前人命你为楚王 统霞淮北之地 定都下批 安抚完了韩信 刘邦也没有忘记 那位游击队长彭越 他因为破除有功 封两网定都定逃 在完成这一系列工作后 刘邦终于将目光 投向了那个至尊无上的高位 龙椅 刘邦虽然脸皮够厚 但当皇帝这种事 怎么好意思主动开口 虽然皇帝是一定要当地 但总得别人先捅破 这一层窗户纸 自己才好意思 就坡下驴嘛 当然 刘邦也不用太为难 因为这活有人抢着干 还衍生了一个专有名词 确净 确净本来的意思是 确免 促净 但这个词出现在政治语境里 气氛立马就变得不一样了 大部分的时候 确净的套路一般都是这样的 有人积累了足够的实力 但涉于某种规矩和舆论 不好意思自己主动开口 这时候 闲臣们就会主动站出来发文 论证其称帝的举动 是多么证券合理啊 督促他赶紧称帝 面对众人的热情 老大一般都得反复谦让 说自己德行不够啊 当不了皇帝啊 你们不要再逼我了 等等等等 这个时候 闲臣们会坚持确净 来回三次 走完这个流程 就可以称帝了 哎 你要是不这么干 在史书中 就会留下 吃相太难看的污点 这辈子都别想洗掉了 对于登基称帝这事啊 刘邦的小弟们心领生会 一起给他写了封确净表 理由也很充足 一 汉王率先入关 稳定了关中大地 功劳最大 二 汉王曾王定威 旧败即决 以安万民 功胜得后 三 汉王加汇于诸侯王有功者 使得利设计 如今各路诸侯已获得分封 但汉王却和其他诸侯王名义上还处于平等地位 无法区分尊卑上下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我们经过讨论一致认为 汉王称帝是明星所向 你就赶紧答应了吧 为什么下面的小弟对确净如此情有独钟 很简单 因为这是一份高收益低风险的投资 需要的只是一纸劝尽表而已 刘邦想当皇帝吗 当然想啊 他不得不谦让一番 我听闻皇帝的尊号是贤能的人才才能具有的 我出身卑微又无才能 可承担不起这尊贵的称号啊 你们把我捧得那么高 搞得我很被动嘛 各路大佬们心领神会 紧接着他们又写了一封确净表 大王虽然不一出身 但出师灭秦又率重除暴 使天下安定 自然应该称帝 我们跟你一起打天下 现在终于有资格猎土封疆了 您坚持不当皇帝 难道是打算不分我们的好处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刘邦要是再不答应啊 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他不得不装作无奈地说道 哎 既然大伙觉得我适合当皇帝 那我就勉为其难 多为国家做点贡献了 刘邦当然也没有亏待他们 登基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他们封赏 一共封了七个异姓王 楚王韩信 韩王信 淮南王英部 梁王彭月 赵王张敖 横山王吴瑞 和燕王赃土 严格来说 刘邦遭遇的确净 是由皇帝以来的头一回 这之后 历代的帝王们 有样学样 上演了各种确净闹剧 我们不妨 事举几例 西境灭亡之后 好多吃瓜群众 纷纷给逃到南边的晋王 司马瑞 写确净表 请他称帝 司马瑞充分发挥 从善如流的优点 立刻建都改元 登基之后 司马瑞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所有 劝敬的人升官了 就算你是平头百姓 也能成为司马使 虽然只是个荣誉头衔 但好歹算体制内了 那么这一次 写了确净表的人 有多少呢 总共二十多万 结果司马瑞 刚流露出这个想法 旁边号称中共的雄远 吓得脸都绿了 皇上啊 封赏是好事 可也不能这么慷慨啊 我们接着说刘邦 在众人的欢呼下 刘邦一急一急地 登上台阶 看着匍匐在自己脚下的众人 心中热血涌动 回忆如潮水般涌来 那一瞬间 他想起了很多 那一年 刘邦第一次到咸阳出差 第一次见到 秦始皇出巡的队伍 看着棺盖如云的车队 以及霸气侧漏的嬴政 刘邦发自内心地说了一句 大丈夫当如此也 这才是男人该有的样子呀 那时候的嬴政 一定想不到 秦帝国的掘墓人 就在离自己不远处吧 嬴政啊 你可曾想到过 你的江山 有一天 会交到我刘邦的手上啊 有人说 真正牛的人 是将自己曾经吹过的牛 都实现了 这句话 用来形容此时的刘邦 最为合适不过 他看着高台下的云云众声 听着他们对自己高呼万岁 仿佛来自遥远的呼唤 公元前202年 刘邦在泛水北岸 焦天祭地 正式称帝 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 一个新的时代 在废墟中诞生 他有一个伟大的名字 汉 刘邦的烦恼 刘邦虽然到了皇帝 但他并不开心 在刘邦看来 皇帝就得有皇帝的排场 皇帝的样子 他安排人 去准备一辆豪华马车 结果到了跟前一看 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这 这也太寒碜了吧 马车普通也就算了 连四匹毛子一样的马都测不息 你们 到底怎么办事的 地下人也觉得很委屈 不是我们办事不力 打了这么多年仗 民生凋敝 能找到四匹马就不错了 长州官员们 还有坐牛车上班的呢 刘邦有点尴尬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接手的 哪是什么帝国 简直就是个烂摊子 先别想着想乐了 抓紧恢复民生吧 让刘邦更郁闷的 还在后面 刘邦当皇帝后 封赏了一大批 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人 这些人都是粗人 仗着自己是革命元老 一个个在朝堂之上 大呼小叫 甚至喝醉酒后 拔出剑砍柱子 没有一点规矩 这让刘邦很识不上 哼 我现在好歹也是皇帝了 你们尊重我一下好不好啊 也难怪这些人不懂李树 刘邦自己就是混混出身 他身边的人 除了张良萧和还算文化人外 其他人都在底层混过 饭快是卖狗肉的 曹餐是老头 夏侯英是车夫 周伯是丧事上的吹鼓手 冠英是步范 指望着这帮粗人 在自己面前守规矩 怎么可能 就在刘邦郁梦地怀疑人生时 一个儒生上前对他说 我知道陛下为何苦恼 臣有法子 帮陛下教导他们 刘邦一看 原来是书孙通 书孙通这个人 之前介绍过 这老头是鲁帝宣泄人 从小兼言如雪 后来到秦国 当了个赵博士 和印象中那些刻板的老古董不同 这老头是个聪明人 用现在的话来说 属于特别鸡贼的那种 承胜吾光起意后 书孙通跟着向良混石砍人 向良死后 成了楚怀王的跟班 楚怀王崩了 又成了项羽的小弟 刘邦读了项羽的捧承 他带人一百多位儒家弟子 投到了刘邦的门下 但是很可惜 刘邦平身最讨厌儒生 甚至还拿儒生的帽子 当过夜壶 对这帮儒生没啥好脸色 书孙通倒是十分坦然 既然老大不喜欢 我可以改吗 什么都可以改 儒家的长袍也不穿了 天天穿了短衫 跟着刘邦到处跑 书孙通的学生们饱受冷落 都暗地里鄙视书孙通 我们跟随老师这么多年了 如今老师不推荐我们出来做官 反倒天天推荐那些街头打架的混混 这是什么道理啊 书孙通听到后对学生们说 汉王正冒着刀林剑雨争夺天下 你们这些儒生 手无腹肌之力 能上阵杀敌吗 你们别着急 且耐心等待 我不会忘了你们的 等天下安定 一定有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 眼下 书孙通感觉到机会来了 儒家可以致用 能帮刘邦解决实际问题 刘邦不喜欢儒生 一看这老头 没好奇到 哼 你能有什么办法 书孙通一拱手 打天下的时候 儒生们没有用 守天下时就有用了 成愿意去卢地征兆儒生 与成的弟子一起制定 礼仪和规矩 刘邦是混混出身 最讨厌那些繁文儒节 就问书孙通 那啥 不会很复杂吧 书孙通拍着胸脯保证 陛下放心 五弟用的音乐各不相同 三王用的礼仪也不一致 礼仪是根据不同时代的人情事态 所制定的一套规矩准神 孔夫子所说的 夏 商 周三代的礼仪 各有什么增损 我都知道 我可以参照古代的礼法 吸收秦朝的一部分东西 来给您制定一套符合今天使用的礼仪 保证让陛下满意 为了完成任务 书孙通特地去礼仪之邦的鲁地 征兆一批懂得朝廷大典的人 有两个读书人不愿来 还当面指责他 你踏上师徒以来 前前后后跟了十几个主人 都是以阿谀奋承而得到贵宠 现在天下刚安定下来 死者还没得到安葬 伤者还会得到治疗 国家百废戴心 你却一门心思 去搞那些不符合古法的礼仪 我是不会跟你去的 你赶紧走 别玷污我 书孙通对此一点也不生气 反而讥笑道 你们可真是些鱼目脑袋 根本不懂时代的变化 书孙通与征兆到的三十名儒生 回到长安 开始安排 刘邦身边的学者 与自己的弟子共鱼百人 在郊外练习礼仪 他们拉起绳子 圈起一块地方 丽其草人开始练习礼仪的 一整套流程 如何穿衣 如何拜朝 如何遵君 君主面前如何行礼 彼此间如何行礼 练习了一个多月 书孙通对刘邦说 可以请陛下过目了 刘邦看了他们的演练 礼成之后说 嗯 这些我还能做到的 于是夏令群城 学习这套礼仪 汉七年十月 长乐宫 兴建完成 诸侯和群臣都来朝见天子 这是汉朝开国以来 第一次重大礼仪活动 根据新制定的礼仪 天纲亮时 掌管传令 迎兵的人 引导官员 各按尊卑次序 进入殿门 蒙内庭院 排练着保卫宫廷的车 骑部族 成练着兵器 大张旗鼓 当主持礼仕 对某人传呼 去 这个人就要小步 快速走上殿 殿下 有廊中站着 在台间的两边 每层台阶 都有几百人 武官 站在西边 文官 站在东边 皇帝坐着车 从寝室出发 到正殿 各级官员 依次向皇帝 朝贺 礼行完毕 找到自己的位置 老老实实坐下 臣子 全都低头趴福 依照增杯次序 起身 向刘邦敬酒诸寿 要是有谁不听话 旁边的执法御史 就会将他们 带到场外 在整个朝会 和酒宴的过程中 没有人敢大声喧哗 违反礼仪 刘邦看着驯服的臣民 感叹道 我知道今日才知道 天子的尊贵啊 心情愉悦的刘邦 生书松通 为太长 又赐金五百 书松通 这时才提出 臣子的学生们 跟随臣多年了 又和臣 一起制定礼仪 希望陛下 给他们分官 正在信头上的刘邦 爽快地答应了 他的要求 准了 就分他们 为狼官吧 回去之后 书松通 把刘邦赏了五百金 又分给了那些弟子们 弟子们 皆大欢喜 先生 真是圣人也 懂得什么是 当务之急 书松通这个人 历来评价不一 谈起汉代 儒学史上 有名的儒学家 一般都会首题 懂重书 而对书松通 却置若罔文 有的人认为 此人 朝勤暮处 不止以吃 也有人认为 此人 忍辱负重 忠诚大气 比如 刻板的司马光 打心眼里 看不起书松通 他说 书孙 深知弃小矣 突切 理智康比 以一事 邪俗 取宠而已 但司马迁 却给他点了个 大大的赞 说他是 知进退的 一代儒宗 书孙通 制定汉初的朝仪 恢复了 儒家的理智 对汉代儒学的复兴 乃至独尊 起了推动作用 所以说 孔子最该感谢的人 是他也并不为过